我是范正宏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尼比斯特海豚 范正宏 剛才前面也提到了 這個清明連假要開始了 我們應該要注意什麼 貴買指數間創高可額疊加速卻帶來漲加速 那多樓加速表現有沒有出現離率呢 大家記得要去看 這階段我們來看一下強勢股的部分 伺服器機殼有銀光漲停 情成7.19% 成名店海豚愛獎 成名店3013今天也漲了5.62% 再來就是我們先講伺服器機殼好了 好 其實不妨跟大家講 這個海豚連週報連手碼 都還沒有在之前都沒有講過 因為海豚昨天才在研究 說這個6117的銀廣去年很強對不對 因為昨天海豚晚上就是比較空一點點 最近真的法說變少了 就比較有空去看一些技術面的股票筛選 昨天塞塞塞塞塞 其實就塞到銀廣 整理超過三個月 然後最近的量也變得很穩定 然後就想說 他也是做伺服器機殼 那他客戶是誰 他客戶跟海豚的這個3013成名店一樣 都是META 那為什麼最近他都沒有什麼動靜呢 他才發現原來是去年漲太多了 他去年從15塊漲到82 這個漲幅是幾倍啊 1234 4倍以上 4、6、6、7倍以上 6倍啦 接近6倍啦 但是陳明店反而是去年是漲比較少 一樣是15塊起漲 但他大概只漲了3、4倍而已 所以等於說 陳明店反而是有一點點說 因為去年他可能相對來說沒接到訂單 那6117的去年營收表現是比較漂亮的嘛 那反而在今年呢 換成陳明店要起來 起頭了 因為換他就要先訂單嘛 那才想說 研究一下 是不是既然客戶都是META 那銀廣有沒有可能 也跟廣達有合作 還想說今天要來好好問一下一些朋友 有沒有人比較熟銀廣的客戶群的 META今天就來直接漲停 這就比較可惜啦 沒有幫大家去抓到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陳明店好像也不錯嘛 今天也漲了5.62% 那看起來呢 這個似乎 下禮拜還有機會 繼續去做攻擊 我們就繼續去做期待 那當然像8210 就比較怎麼樣 比較弱勢一點點 那就比較偏向弱勢反彈 那另外就是6117啊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海盾壓軸幾波 就是他其實也在這邊整理很久了啦 整理很久了 不僅通道 艦航也有接近這個壓縮的狀態 然後就補量供給 那我們就看看 是不是說 他營收也會有些好消息呢 大家一起來關注 那再來就是 一樣是設備股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海盾其實 明示暗示其實都有在講 就是像這個2467 我就說 這個2467海盾沒有說不喜歡 但是什麼 就是估值的問題 就像估值已經以今年的獲利預估來講 已經差不多了嘛 那結果呢 就昨天就上限 今天又下跌 真的海盾沒有不看好他 我真的覺得就是 他如果有修正之後 我們再來看就好 除非啦 還是一樣那句話嘛 除非 智勝他接下來就直接反映明年的EPS獲利預估 或是說今年就直接在把PE從25倍上調到30倍以上 才有可能再去走下一段行情 這我們就觀察 那大概就像8027 他因為修正過了 而且之前相對來說 跟智勝比其實比較弱勢嘛對不對 那其實相對來說 距離他自己的目標價 今年固執上遠就相對來說有一點空間 不過目前呢 也是來到這個 目標價的上緣了啦 所以我們就繼續看 這兩公司其實都可以持續去做觀察的 好再來就是散熱模組 散熱模組 基本上我覺得也不用多講啦 他們就是水冷嘛 水冷就是GB200的最大受惠者 水冷題材 所以這個3017 像這個還有軍熱片的3653 基本上都是受惠的 當然說目前最強的還是3324的雙紅 也必須要說啦 雙紅本來是 奇紅跟雙紅兩隻來比較 雙紅可能是本來認為比較弱的 因為之前的GH200是大量使用3DVC 就是氣冷的部分嘛對不對 可是誰知道峰迴路轉 然後一轉GB200全部都用水冷 所以就變成3324比較強 本來以為要被市場拋棄的 就反而變成最大的受惠者 這個有說就是 一個新產品出來 它的規格 如果大家研究的夠快夠深的話 就知道要上誰了 好這個階段我們就幫大家講這個 強勢股的部分 那我們待會兒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保瑞在下一層 成功併購美國藥廠 這是今天噴出的原因 那後面要怎麼看呢 我們待會兒來跟大家做解析 華冠投顧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 ion吻